大人 你慢点 来 齐州刺史金世昭拜见钦差大人 免礼 金大人有伤在身落座续化 多谢大人体恤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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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金大人伤势如何 啊 有劳钦差大人动问 还好 没伤金动骨 得知金大人失足落马 我特意邪朱医官 前来为金大人疗伤 啊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下官只是伤鸡皮肉 已经用过金疮药了 用过了 那就让朱医官给大人把把脉 看是否有内伤 这 这倒是不急 本官看大人气色还不错 是 人风喜事精神爽嘛 喜从何来 下官总算把钦差大人给判来了 没想到金大人如此欢迎本官 前两任钦差大臣还没到任 就惨遭不测 谢大人能平安到达 岂不是可喜可贺吗 还是谢大人运气好 下官欲祝大人极星高照步步平安 能否极星高照此乃天意 不然也在人为嘛 愿闻奇想 啊 前面那个江永昌 嗯 就是人没有为好 落得个悬梁自尽 畏罪自裁呀 此人真是畏罪自裁吗 天后亲命本官寻案关中 查的就是此案有无冤情 怎么本官还没有开始查 金大人的口中便已有定论了呢 那 根本heure 稍微轻松位 协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人故意屏息静气 又岂能瞒得过我 约先你看 这就是金刺史给出的名单 和我们绘制的人际网有何不同 我们的名单只有江参军生前接触过的人 而金刺史提供的 却是齐州所有惯例的名目 这是在误导 想让我们把调查的范围 无限地扩大 徒劳无功 金刺史身上无疾 但心里有病 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禀谢大人 在下奉命调查取证 徒劳无功实在是惭愧 其说详情 我们要找的人一个个都已经 大人您看 这个人已经离任 还有这个人 据说是高堂病故 回老家守孝去了 还有这个人 这些都已经去外府宫干 这些曾经与江参军 共过事的官吏 据已经杳无音讯 一去难寻啊 这绝不是巧合 想必是有人 为了专门对付我们的调查 而故意安排的 真可谓用心良苦 这两个圈圈 不是学生画上去的 诸童未卜 此二人分管库梁丈母 应该是本案重要的知情人 我已经派秦将军和唐敏 前往传唤 在下不知大将军驾到有失远营 你是何人 小丽周开印但凭大将军差遣 诸童何在 让他随我去清差行员回话 将军 您晚来了一步 此话三将 将军请随我来 将军请看 那石阶下 就是诸童当日毙命的地方 他是怎么死的 卫谱何在 请他随我去清差行员回话 大人 你晚来了一步 什么意思 请跟我来 怎么 这两个掌管护梁丈母的全变成了死人 朱童是两天前死的 卫谱也是 看来我们是真的晚了一步 二人的死因是什么 我是说表面上的死亡原因 据卫家人说 魏谱是半夜在家中 突发心急而猝死 早上呼之不应才发现 尸体都已经凉了 取朱童的同僚所讲 朱童是在燕影中醉解 散刑后失足跌死 跌死 从多高的地方设下来跌死的 是从台阶上失足跌死 这也太巧了吧 从台阶上跌下来 可以把人给摔死 一定要追查这二人真正的死因 就从这个醉酒后 失足跌死的朱童入手 首先 查出是什么人请朱童喝酒 席间共有几人 都是些什么人 师爷 下去 大人 莫非事情有了什么变故 谢姚环下手很快 已经派人全面追查朱童的死因 大人 苗头不对啊 怎么 谢姚环非但没有知难而退 反而穷追不舍 正是 此事不查自己 一查 便能查出的朱童评宿并不饮酒 并且很快就能追查出请朱童饮酒的周开印 周开印 此人还算可靠 对付追查也会有应对之词 只是那女钦差心细如发 难保不被她看出破绽呢 怪不得武大人发来密函 叫我对此女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看来真是来者不善啊 本官也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给她来个将计就计 大人此计可是暗藏杀机 不要把话说明白了吗 你且按我的意思吩咐下去 嗯 来 那个 慢慢的 嗯 又是韩氏之心子 嗯 嗯 将军 是你 等我来 将军 在下有机密大事 要向大人当面禀报 既如此 随我走吧 走啊 将军 在下不能跟你走 此地眼线众多 万一被人发现 小人的性命就难保 你怕的是什么人 我要见到钦差才能说 此事关系重大 与江参军之死有关 当真 在下手中握有证物 可是江参军之死的谜团 云开雾散 什么证物 见到钦差才能说 此事关系重大 只能见到钦差大人 当面呈上 将军 得罪了 这周开印 我一定要见 但此人形势十分诡秘 非只有些放听不下 如果他当真握有 江参军之死的关键证据 谨小慎威 也是情有可言 他要求单独密会达人 两个时辰之后 就在郊外的半山亭 好 我准时赴约 好 卑职率队护卫 不可 既是秘密会见 岂可兴师动众 皆使我一人前往 免得对方心有顾虑 侯宝宝宝 这是到哪儿了呀 前方就是咸阳 奴才的老家 去咸阳干什么呀 本宫要去的是齐州 去你这奴才的老家 干什么呀 马上给我改道 不不 不能改道 这去齐州 咸阳是必经之地 谁规定的 土蝶规定的吧 本宫坐车都坐腻了 什么时候才能到齐州啊 快了 快了 该死 你这一路上总说快了快了 殿下息怒 这奴才拿头担保 这次真的快了 小历周开印 参见青柴大人 免礼 有何机密大事 但说无妨 此处只你我二人 放心说出你知道的秘密 不知从何说起 那就从诸童之死开始 诸童本无酒量 平时也不饮酒 这次出事 是专门有人请他饮酒 并且被此人灌醉 这人就是你吧 大人 小人若不是受一些人 驱使做了一些事 又怎能知道 江参军知死的内幕 言之有理 好 据说您有一件关键证物 可曾带来 带来了 正要当面交给钦差大人 大人 看仔细 打枪 速将此二人押回行元舍费 快起来 别装死 这个人快不行了 他伤得不重 但已经中了毒 有什么话赶快问 他停掉多久 周开义 周开义 你临来之前可曾服毒 没有 没有服毒 快说实话 说出你服用的毒药 或许我还能救你 可能是一种慢性毒药 会在一个时辰内发走 一个时辰以前 有人请我喝过酒 谁 那人是谁 他是 他到底是谁 大胆凶徒 胆敢行刺钦差大人 说什么人派你来的 本官问你话呢 你是何方杀手 快总是招来 这位将军 你刀法是跟谁学来的 能否告诉我 尊师是哪位高人 你不好好回话 扯什么嫌偏啊 我想死个明白 能明白是剑不如刀 还是我技不如人 你给我听清楚了 要是你把你所知道的 全部都供出来的话 我就让这位秦将军 跟你比输武功 真的 我愿意招供 你跟我商量了吗 陆供司报 说了半天啊 这个杀手 也没招出什么有用的 连谁派他去的 他都不知道 就知道跟他接头的是个蒙面人 江湖杀手自有行规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不清楚雇主是谁 倒也不是假话 那就是说 此人就是个受贡于人的江湖杀手 和江参军的案子 并无牵扯 但他却交代出一条线索 说在刚刚发现江参军悬梁自尽之后 府衙的老五座案例当场验尸 后来 演完了 结束了 弹发现江湖杀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绝不是自意而死 根据目前的形式 我们要刻不容缓地做几件事 一 秘密寻找这位老年武作 第二 调查魏仆的死因 三 把人犯吕长盛妥善安置 秘密关押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还用问吗 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杀人灭口了 朱童 魏仆 甚至是他们派出的诱饵朱开义 我们手里只有吕长盛这一个人证 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江大人生前有个贴身的仆人 我们叫赵三 如果说我们找到赵三就好了呀 赵三 大哥有何吩咐 有一趟差事 你替我走一趟吧 水里火里 再做不辞 你帮我进城里收个账 顺便还可以去趟宴香楼 会会你的想好的粉头 多谢大哥 都是自家兄弟 好说 快去 晚上回来我们再喝一会儿 好 我去搁 魏伯家的人都哪儿去了 等一下 站住 站住 你是魏家的邻居 是 那他们家人哪儿去了 那他们家人哪儿去了 搬回老家去了 带着棺材一块走的 说是要送死者回乡安葬 他老家在哪儿 哪村哪镇的 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赵三 都日不见你跑哪儿去了 赵三 赵三 你认识我啊 借一步说话 好 追 杨华 好消息 敏儿找到了江大人生前的另一个仆人赵三 人在哪里 敏儿已将赵三带至前厅 好 我们即刻前去审论赵三 二位姐姐 出大事了 别急 慢慢说 这个赵三啊 现在是沙恒天的手下 江大人死后 他就入了关中帮 这也不足为奇 我还没有说完呢 这赵三听说是钦差大人拿他问话 就先行下破了胆子 还没得审问什么都招了 他供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关中帮有一个秘密银矿 正在撕开银矿 铸造关银 有这等事 撕开银矿 铸造关银 形同谋反 这可是铸面九族的重罪 齐州案 越来越错综复杂了 韩兄调教出的弟兄 果然不同凡响 不敢的 还得说庄主挑的这些弟兄们 资质不错 比那秦明如何 秦明迄今为止 是我最为得意的弟子 可惜他入错了韩 如果他要做了杀手 其威名定在我老韩之上 可惜了 那小子偏偏做了朝廷的英权 还凶 赵三被抓 我们帮里的机密大事 恐怕不保 我觉得事不宜迟 必须多回赵三 不论死活 庄主言之有理 属下立刻安排 就在明晚动手 恐怕又要难为你的那位弟子 庄主莫非有些不放心 可惜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让师父好为难 明日午时西郊树林相见 处置吕长盛之事办得怎么样了 正在设法 此人被看守得甚为严密 一时难以下手啊 不行 所有的涉案人员必须统统灭口 遵命 只是这吕长盛不好办哪 按理不行就明着干嘛 何时动手 现在 在迟不能超过明天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是 在下这就去办 等等 我问你们两个 看到秦将军没有啊 秦将军 没有 哎 看到秦将军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秦明什么都不告诉我 诚心让本姑娘担心着急 真是的 岳仙姐姐明见 学生有一事不明 要在岳仙姐姐台前请教 欧阳 哎 唐女侠何事大呼小叫啊 我问你 你看到秦明没有啊 见过 在哪儿啊 后远廊下 哎哎 我说的是昨天 昨天见过她的 哎 你 谁问你昨天啊 昨天你不是也见过秦将军吗 怎么今天又火上房事的急着寻她 难不成 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你胡说什么 学生用词不当 得罪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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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的风风火火 怎么比得上岳仙姐姐的从容淡堂 突围世上女子 竟有如此的天壤之病啊 哎 哎 哎 岳仙姐姐明见 既学生有一事不明 要在岳仙姐姐抬前赐酒 师父 徒儿应召前来 不知师父有何训事 你可看清楚了 是 那便是行动时间 你知道该怎么做 徒儿 知道 你为何语待迟疑啊 徒儿只是不明白 仅仅为了通知行动时间 和老师父打架 不必多言 将为师的追魂闪电镖还回来 这个 还来 遁命 好徒弟 为师若不来 怎知你功力又见长了呢 今夜 子时行动 还有一处细节 要请大人示下 左派杀手已何面目出现 用不用再扮成关中帮的人 不妥 此女心思缜密 此举弄不好 会适得其反 欲盖弥彰 那倒不如 我们的人 所幸明目张胆的 以官兵的形象出现 以真乱真 混淆视听 好一个混淆视听 庄主 我们的人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您还有什么吩咐 通知各位弟兄 届时放开手脚 不必有所顾忌 一定要夺回赵四儿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回来定有重伤 庄主平日带兄弟们不保 他们个个甘愿效劳 齐鸣那边安排得如何 没问题 我已经通知他 减少守约护卫 暗中配合 今晚的行动 韩兄就不必去了 也是 即便我出手 也没有对手 倒不如让兄弟们 甩开膀子干上一票 如果庄主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行告退 告辞 你出来吧 没有外人了 你又要杀人了吗 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正在想 如何才能帮你 你不是一直反对我杀人吗 现在怎么又想要帮我了呢 有什么办法呢 身不由己啊 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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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回来没有啊 没锁门啊 那我可进来了啊 这人在哪儿啊 哼 圈鸟还知道龟巢呢 你这只东游西窜的兔子 月亮都出来了 还不知道回窝 也罢 本姑娘今天就在这儿死等了 这不是秦明的宝刀吗 平时当宝贝似的 真的不在 我倒要好好把玩一下 别碰我道 谁啊 你闯进我的房间 还问我是谁 原来 原来 你刚才一直躺在那儿啊 把灯点上 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呀 把灯点上 刚才 刚才 我说你是 东游西窜的兔子 你没听见吧 刚才没听见 现在也听见了 我真是 赶紧把灯点上 拜托行吗 你怎么跟双打了似的呀 你生病了吗 我叫你把灯点上 秦将军 你今天去哪儿的呀 我正在找你一天了呢 本姑娘问你话呢 拜托 我今天头很疼 你自便吧 你真的生病了呀 那我这就去找郎中 回来 生病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你怕什么呀 唐敏 我秦明与你何干 你干嘛总管我的闲事啊 你这样 只会让我头晕 你刚才头疼 这会儿又晕上了 看来真的病得不幸啊 也罢 你不愿意请郎中啊 我也不勉强了 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别去巡夜了 我替你一宿 你也别不好意思 今天我替你 下回要是我头头脑热什么的 你也可以替我呀 好 有劳 多谢 别别 我可承受不起啊 对了 吕长盛和赵三儿 需要严加看管 以防万一 你还怕有人来劫狱啊 有你我二人在 谁敢如此狗胆抱天啊 不怕意外就怕万一 小心为啥 知道了 放心 你很悯 る额 你了 你不 Presidential 出来吧 不就那了闷了 这次你怎么发现的 也许我根本没发现你 随口一说而已啊 什么 你是诈 藏在我房里干什么 我看看我不在的时候 这里藏没藏着一个 如花似玉的姑娘 我好来给你搅局 林大侠 你不会又要把我扔出去吧 对啊 我就是要把你这捣蛋鬼扔出去 好与那红颜知己相会 你要帅着我那天 来照顾我一辈子啊 多谢提醒 你还挺会怜香细郁的嘛 我的鼻子 诸位弟兄 今夜由我带队之手 大家需要小心谨慎 严加防范 如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遵命 怎么才这么几个人 还有没来的吗 徐虎薛旺带一队人马 另有功干 今日申时就走了 谁派他们去的 是秦将军 我知道了 我们分头巡视 稍后在这里会合 如遇到阴场情况 须及时呼应 是 唐敏今夜替我 我倒是得以解脱 可是 如果唐敏遇险 我要怎能心安理得 站住 来这何人 是我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 你等先走一步 我另有要事 去 你头不疼 也不晕了 唐敏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你快说吧 我 我 你急死我了 你有什么事快说呀 我想请你吃饭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想请你吃饭 你等大摇大摆穿街过下 带到监禁目标再以黑金蒙面 快去 是 记住 速战速决 寒爷机会放心 我等弟不辱使命 快 快 快 跟着 客官 您慢走 啊 秦敏 这是你第一次请我 你终于看出了我的好 愿意和我单独在一起 对不对 傻丫头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什么也不懂 秦明大哥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你不都已经叫了吗 那我今后就叫你秦大哥了 来 我们干一杯 等等 这是你我第一次喝酒 住酒瓷是不可以少的 住酒瓷我不会 还是你来吧 让我说呀 那我可说了 喂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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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 你轻点啊 你轻 轻点啊 一点都不好玩 你就不能让我多玩一会儿 这个时辰母鸡都回窝睡觉了 你也赶快回自己的窝吧 你让母鸡回窝 留你一个大公鸡在这儿独享美酒啊 看来我又该把你扔出去了 记得关门 其实呢 我就是想劝劝你 你要是睡不着觉啊 还不是睡着谢大人聊聊 免得你一个人在这儿特别别扭 有什么呀 这事从始至终 都是你跟人家谢大人叫着劲 又不是人家谢大人跟你叫劲 你 你要是觉得没台阶下呢 你就到行园的附近 找个小毛贼给谢大人送去 闭嘴 我是说也许真有刺客 也许谢大人需要你帮助 可你还在这儿较劲 出去 你 你不就是因为谢大人是个女的吗 咱们大唐女的都能执掌江山 你跟个女钦差较劲有什么用啊 真是的 你逗我干什么 什么大侠呀 点着这个大虾 一点风度都没有 情 Carol 臭导仙 很快 就是 东西 regards 什么 脾气 散 哎呀 对呀 对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方有人 妖欢 你此时要我来亭中 难道是为了抚擒赏月 多么静谧的一个夜晚 可这静谧的夜晚 却隐藏着无限的杀机 你听到了什么 是一股越来越浓的肃杀之气 正从高墙外的暗夜之中传递过来 似乎有客来访 你是说刺客 终于来了 糟了 有埋伏 不好 这些人定是钦差卫队出了巡街 让咱们给撞上了 怎么办 怎么来了两拨人 不对 一边是师父的人 那另一边呢 不是我的部下 他们已被我调走 那么会是谁呢 我该怎么办 给我上 看来今夜这场混战 定是两败俱伤 钦差行远 可以躲过这一戒人 你可听到了打斗之声 金铁交鸣 骨骼碎裂 利刃割裂血肉之躯 最后冲进来的会是谁 你还不如问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我看到这里有一张琴 知我者月仙矣